美国苹果每年都会举办新手机发表会 但总是在之前就会有所谓间谍照流出 让Apple新机提前曝光 不仅影响商机 甚至会让发表会延期 因此Apple与供应链厂商都有签下生死状 若是泄露产品规格 罚金动辄5000万美元以上 但道告一尺魔高一丈 工厂员工在高利益的诱惑下 仍会想尽办法脱出零组件 在供应链厂内 保密与偷机密有如叠对叠 各种戏码未曾间断过 2013年就发生Apple中国供应链 员工未照文件 并在保全协助下避开监视器 偷了上千个iPhone 5C外壳 Apple也成立新产品安全团队 不定期在供应链厂中抽查评分 若保密安全分数过低 则可能被Apple停止合作 NPS发现员工们 会把敏感零组件藏在纸巾、鞋子、女性胸罩内 像夹带出厂、甚至挖隧道偷运 NPS全力把关 仍防不胜防 网路上早就流传出 今年秋天 新iPhone有三个镜头的设计图 动新闻综合报导 中文字面 中文字幕製 — IAN